大胆创新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法治文化名城战略目标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 即农育地域文化和鲜明法治文化为一体的法治文化名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杨州市广邻区东关街道琼花馆社区充分挖掘街道深厚的历史人文基点 在社区建立法治院 以杨州古典建筑风格为主 包括连接文化墙、法治文化解读中心、法治书场、法律书屋等 使社区居民有了普法讲法调解矛盾的有效平台 连续11年没让矛盾纠纷出过社区 杨州的法治文化名城建设突出在名城建设中增加法治元素 大多依托广场公园搭建法治地雕、法治长廊、法剧亭等 用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让市民在前一末化中接受法治教育 截至目前 杨州已建成各类法治文化广场街区公园长廊165处 并在全省首创法治文化体验馆 使市民不出500米就能感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教育 让我们更多的市民在这个体验和互动当中能够感受法治 受到法治的熏陶 能够提高基本的法治素养 通过这几年的运作 杨州的法治的知名度和满意度 应该社会的论可度都在逐步逐年的提升 江湖省文化建设工程 您具体迈向现代我们的文化力量 生活中总有一些意外发生 危急关头的反应往往最能拷问一个人的良知 是奋勇救人恪守职责 还是冷漠走开明哲保身 我们的镜头记录